哈喽大家好,这里是Vira 肯德基让可达鸭再次翻红了 这个夏天太精彩了 不仅有刘公红女孩 王兴林男孩 还有可达鸭大人 早餐的时候 给家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做上一款可达鸭吐司 开启蠢蒙又可爱的一天 选上你喜欢的可达鸭图案 打印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将图案 区分成主要的几个部分 然后逐个剪下来 如果你是画画的手残档 也不用担心 按这个方法可以做出 你喜欢的各种卡通图案哦 这里我们用到了两种知识 一个浅黄色,一个深黄色 浅黄色我们来做嘴巴的部分 其余用深黄色 头发,眼睛和鼻孔 我们用到了紫菜 或者你家有巧克力 也可以用巧克力来进行点缀哦 组装的环节 我们先将可达鸭的头拼出来 当然身体和可达鸭的鸭嘴也不能错过 头发虽然很少 也要记得放上去哦 放上手臂之后 我们来确认眼睛的位置 眼白的部分 我们用到了融化好的奶油奶了 可以适当地加鲜牛奶 增加流动性 装入裱花袋挤上去之后 牙签画圈的方式可以将眼睛变得更加平整 点缀好紫菜 来做最后的眼珠和鼻孔的装饰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只蠢萌的可达鸭哦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和收藏 我是Vira 这里是威辣厨房 我们下期见哦